日媒报道称 10月3日中国在钓鱼岛海域设置浮标 日本政府认为浮标位于日本所谓的专属海域 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提出抗议 据日本方面透露称 中国将浮标设置在距离钓鱼岛西北约80公里的海域 每一个浮标高约10米 用的是醒目的黄色 上面标写着国家海洋局的字样 设置浮标之前 中方并没有通知日方 对此日本以违法联合国海洋公约规定为由 向中方提出了抗议 事实上 这不是中国第一次在相关海域设置浮标 早在2016年8月份 中国就设置了一次浮标 引起日方的高度关注 现在 中国再次设置浮标日本大喊抗议 还提出了中方违反联合国海洋公约规定 纯属无稽之谈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固有领土 这一点无论是联合国还是世界各国都有明确的认定 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规定 可在专属经济海域从事海洋调查 设置浮标就是海洋调查的一种活动方式 中国在自家海域设置浮标 并没有妨碍日本 日方提出的抗议毫无理由 至今日方都没有得到中国的回应 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设置浮标 看起来是简单的调查活动 实际上则反映了中国 进一步推动了对钓鱼岛的实际管控 钓鱼岛对中国东出第一岛链 南下台海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作用 同样每日占领钓鱼岛 可以威慑我东部洋海发达地区和台海地区 由于历史原因 钓鱼岛在日本的实际控制下 随着中国海空军的日益强大 中国加强对钓鱼岛的控制 突破第一岛链已成为一种常态 去年中国核潜艇高挂国旗 浮现钓鱼岛附近海域 就令日本大为紧张 日本发出了严重抗议 今年以来 我海警船频频巡航钓鱼岛 总次数达到了18次 可见我国对钓鱼岛的重视 此次 中国设置浮标 加强对钓鱼岛的管控 就是要明确告诉日本 一则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使我固有领土 日本不得非法觊觎 中国在钓鱼岛从事任何活动 日方都无权干涉 二来 钓鱼岛不存在争议 更不是无主之地 中国加强对钓鱼岛的管控 是为了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完整 完全合理合法 日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尽早撤离所有非法设施和停止非法行为 不久前 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南海展开了反潜演习 中国此时加强对钓鱼岛的控制 有力地回应了日本在南海的行为 也让日本意识到 中日关系友好是建立在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 钓鱼岛问题横在中日之间 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涉及主权领土问题上 中国绝不会退让 另外 需要注意的是 日本尽管实际占领了钓鱼岛 但随着中国军队和海警加强钓鱼岛的管控 日方的控制力日渐下降 中方的管控效果日渐提升 而这背后是中国国防实力不断提升的体现 日本于今年4月份成立的水陆机动团 则是为了应对夺岛作战 防备中国夺岛 而这反映了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心虚和不自信 放到大环境来看 中国走向深蓝 掌控钓鱼岛是大势所趋 日本将不得不撤出钓鱼岛 退回本土 钓鱼岛之争 实乃国力之争 在崛起的中国面前日本只能望洋星探